今天我想跟大家看旧约一位人物叫做加勒 当然可能对我们很多的电影节目来说 加勒一想起就会想起约书雅 同样约书雅和加勒摆在一起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的焦点或者我们的体重多少少 好像都是摆在约书雅的身上 今天我想跟大家透过约书雅记 在这里有一段经文 我们来多些认识一下和约书雅很老友的加勒 他们应该有少少是在当时候 特别是他们成为十二个探子当中的两个 他们去完造这个工作之后回报里面 他们一起来面对另外十个探子不同的一些说的事情 所以我想这个加勒是我们都可以从他身上 来到有所学习 从他的生命里面帮助我们来反思神 给我们的照明 我选了约书雅记的第十四章六到十二节 这里讲到约书雅进入加勒地之后 开始他们差不多去叫做稳住他们的阵脚 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回去看约书雅记 就会发现约书雅以色列人都要打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战争去打仗 以至是可以逐渐来到去拿了这个加勒地这个应许地 那么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加勒就来到约书雅面前 跟他讲回原来历史四十五年前 曾经神和摩西所讲的说话 神对加勒所讲的说话 加勒就来到约书雅面前 很想约书雅来到去完成这个 或者兑现这个的说话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加勒来到约书雅面前 跟加勒约书雅所讲的一番话 我读给大家听 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雅 有基尼洗印族的耶夫尼姨 加勒对约书雅说 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利亚指着 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 你都知道了 耶和华的伯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利亚打发我 窥探这地 那时我正四十岁 我按着心意回报他 然而跟我上去的众弟兄 使百姓的心消化 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 当日摩西起誓说 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 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 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 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 其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 汉那 现今我八十五岁了 我还是强壮 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 无论是争战是出入 我的力量那是如何 现在还是如何 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 我的者山地给我 那里有阿立族人 定宽大坚固的城 你也曾听见了 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 与我同在 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如果大家有留意 在刚才我读的经文里面 第八节第九节都出现了 专心跟从耶和华 所以我就用了这个作为今天 对加勒的认识和学习 我想跟大家先提一些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最后那两三项 告诉我们是加勒讲的 他说 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 与我同在 我就将他们赶出去 如果这个想给大家知道 这个或者其实不是加勒 有点像信不过或者是如何 其实在那个翻译里面 他那个翻译可能翻译做只要 不是用或者 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 只要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 跟我同在 我就将他们赶出去 所以其实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加勒讲的 只要神帮我 我就可以了 或者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只要我跟着神就行的了 大致上加勒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只要我是跟着神的 我就可以 占领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加勒想表达的意思 不是说一个不肯定或者的意思 其实是说只要神 我跟着神 神和我同在 我跟着去 我就可以得了 我就可以得到这个地 专心跟从耶和华 是来形容加勒的 这个在约上记第十四章 第八第九节 我们刚才有看到 第十四节 我们待会可以再看 这三节经文都出现过 去形容这个加勒 所以整个圣经里面 讲到专心跟从耶和华 总共用了八次 其中有七次 都是跟加勒有关的 然后这个专心跟从耶和华 我想跟大家看 另外一个圣经译本 叫《女镇中译本》 它的翻译就 有很多不同 其实最重要就是 它将专心翻译做什么呢 叫做满心满怀 它是满心满怀 跟从永恒主 永恒主就是耶和华意思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 专心原来是可以叫做满心满怀 但这个满心满怀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跟大家看一个英文 这个英文就是说 Fill up after Jehovah 其实这个是比较上 更加接近希伯来文的翻译 这个无论是专心好 是满心满怀好 其实它的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是 是说fill up fill up的意思是什么 是一个满 就是跟满心满怀的满字是对的 但是它就没有一个深或者怀的意思 但是它很想 我想吕镇中译本也很想表达那种满的意思 所以如果这个我用的翻译 或者我会讲就是什么呢 专心跟从耶和华的意思 可以翻译为 跟从耶和华的满 跟从耶和华的满 这个满才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我们一起来看看 怎么为之跟从耶和华的满 第一个我想先和大家看神对加勒的肯定 出现了在约书亚记的十四章有三节 就是形容它是专心跟从耶和华 但在文数记在早期的时候 文数记第十四章二十四节是讲的 加勒是四十岁的时候 刚才如果大家记得经文都讲到 加勒在四十岁的时候成为探子 被派出去 同样是书亚一起去探路 十四章八节九节 我们刚才提到 都讲到形容耶和华 加勒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人 第十四节就是这样的 都是讲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这个其实不单单是加勒自己讲 其实第八第九节有个小小分别是什么呢 第八节是加勒自己讲他自己的 你可以说 第九节是摩西讲的 但去到第十四节其实有点去到这个时候 是整个以色列的一个记录 你可以说 其实都是以色列人的认同 所以加勒是一个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人 是被很多人来到去认同 但最重要的肯定是什么呢 在《利子民数记》第十四章二十四节 在加勒四十岁的时候 这句话是以和华神讲的 他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 因为他另有一个心字 是专一跟从我 我就将他领去进所 去过的地方 他的后裔必得那地 为业 这个是耶和华神讲的 是神给加勒的应许 也是神给加勒的肯定 他肯定加勒就是那个 专一跟从耶和华神的人 所以我们不要只单看八十五岁 约书下记所记载的加勒 他好像到八十五岁的时候 他越来越经验人生丰富老到 他跟从神很久了 所以神才给这个赞赏 其实在四十岁开始的时候 从四十岁到八十五岁 加勒对神是什么呢 始终如一 专心跟从耶和华 是神完全知道 所以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样 今天无论你是八十五岁好 是四十岁好 或者你任何的年纪 我很想和第一个节目分享 你的人生什么阶段 其实神都知道 神都看着我们 神看着你这个人 更加看着你的心 看着我的心 我们更加需要去追求的是 神对我们的这一份的肯定 就好像加勒 在神面前 神肯定去 神知道去 神认识去 然后加勒呢 如果我们说 加勒是那个 跟从耶和华的满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 加勒拥有什么满呢 或者叫做他的满心满怀 是什么呢 可能可以翻译做满意的 无论是fill up好 或者有些人用full 甚至有些形容 希伯来这个字 叫做satisfy 是满足 但我很想提醒大家姐妹 其实 无论是满心满怀 是满意 是满足 其实有时都未必能够完全将这个满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真的用的时候 可能你用满字还好一点点 是一个满 就是跟从耶和华的满 所以我提到在旧的圣经里面 这个字出现了八次 七次是跟加勒有关 就是跟大卫皇有关的 在皇上十一章四到六节 就讲到大卫的儿子索罗门 他怎么样被他的妃笨 誘惑他的心 去跟着其他的偶像 他不效法 不像他爸爸大卫那样 诚诚实实 信服耶和华的神 所以他是心不正 他的心充满的是偶像 所以最后讲到 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去无效法去父亲大卫 专心信从耶和华 在这个专心信从耶和华 其实就是专心跟从耶和华 同样的字 同样的意思 所以除了对加勒的形容 另外在圣经里面提到 另外的形容就是大卫 这里用所罗门和大卫 做一个比较是怎么样呢 是给我们看见 所罗门追求的满 和大卫追求的满是不一样 所罗门的心和大卫的心 是很不同 所罗门的心是倾向跟从什么 跟从他那些妃笨所带出来的偶像 所带出来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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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外邦那些拜偶像的习惯 是神所喜悦的东西 但是大卫他的心 他是跟从耶和华 顺服耶和华神 所以加勒拥有的满是什么呢 加勒胜在的满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回到约书下记第十四章 大家可以回去慢慢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回加勒的心 或者自己这个人 胜在的满是包含了专心 包含了忠心 当其他探子响说 或者叫人不要进入英许地的时候 加勒和约书下都是很忠心 继续将他们体见 他们知道神的心意 来跟十个探子互相抗衡 他仍然忠心于神 加勒的信心 在十四章的第十节 约书下记十四章十节到十二节 其实加勒讲的是 他过去怎么样经历神的带领 在我们四十岁的时候 然后他今天怎么样蒙神的保守 到他将来 去求 去请这个约书下 将这块地给他 将这个任务交给他 他就想去希伯伦 来占据这个地方 其实是显示着 加勒对神的信心 无论是昨日 今天将来 他都对神 有那份完全的信靠 这个是加勒里面的满的胜在 加勒跟着他讲到 他自己四十岁的时候的力量如何 今天他八十五岁 他的力量都是一样 他的满可以是 讲他的力量 他的满我相信更加 其中一样是讲神的应许 他装在的是 神的应许是他自己紧紧地捉住 他知道神应许了这块地给他 他就将这个摆在他自己的满的里面 是神的应许 更加重要 我相信这个是神和人之间的那个的药 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药 今天可能是神和你和我 借着耶稣基督所立的新药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满 是我们跟随耶稣神的时候的满 所以这个是加勒 他所承载的满 其实这个满有时讲起来 因为希伯来文或旧约 有时其实都不容易讲 所以我想怎么可以形容这个满 就是多些认识呢 我想从一个人的不满 来到去对照一下 去认识一下这个满 到底可以是怎样去理解或者认识 不满呢 我不知道大家今时今日 在你的生活 或在今日社会的氛围里面 你的感觉是怎样 大家正常人 一般人都有不满的 我相信 你不会完全满意的 我想在人生 在每日生活里面 更加因为可能今时今日 在香港这个社会的气候氛围里面 可能正正就有很多人 很不满的情绪 可能会有时用了不同的方式去表达 人都有很多不同的不满 人人都有的 我都可能有时对某些东西不满 但是这个不满 其实可能我们稍微收窄一些 小时我跟大家去看看 那个不满的意思是什么呢 问一下大家的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会回答 我最近在这个儿童崇拜 跟他们问过的 大家知道答案 就不要穿穿了答案出来 我想问大家知道 今年7月24日 原本应该是什么日子 7月24日很快到 下个星期五 有没有人知道 你知道都证明 你很关心这个世界大事 7月24日原本是什么 是这个奥运在东京的开幕 奥运在东京开幕大不大件事 大件事 然后一年又很大件事 我想问什么 我想跟大家去看看 你知道这个延期 对 我想正常一般是这样的 有人快活就有人受 你猜是不是过 因为延期多一年就会很高兴 多一年的准备 多一年的去操练 我想大家如果有时都实际留意 你去想多一点点 你就知道 其实延期一年 对一些人可能真的好 很开心拍了手掌 但对一些人 某些人又是怎么样 很不满的 很不开心 因为 有些运动员 如果他刚刚今年 就是最正值黄金时期 他想着今年 就是去各方面的 体能各方面都是最好 就是今年 就是拿牌的机会 拿金牌机会很高 但如果过多一年 有一些运动的汉目 其实过多一年就会怎么样 那个人的黄金期 就可能随着老了一年 老了一年 已经差很远了 有时有些运动员 所以这个其实有时 我们都可以看的 不是单单真的到85岁那种老 那些长者才会想 就算可能你今年是二十几岁 你老多一年 可能你会觉得 你会体会到 老了一年就会失去 就会觉得自己呢 就会觉得自己呢 有些小小呢 就是比一年前会残了一点 是吧 就是可能就是 就是不是残得很多 但这个正正就是 有时就是我们年纪大呢 就是一个老人家 有时都会 有些老人家会想 哎呀 我又大了一年 就是我就 就是觉得自己好像 又失去了一些东西 就是又没有那么好精神 就是可能又变得 眼又蒙了一些 耳又浓了一些 就是当一个长者 可能想到的时候 这些失去就会令到 这个长者会觉得怎么样 可能很不高兴 很不满 觉得自己越来越衰残 可能又越来越缺乏了 所以就很想捉一些东西 所以有时我们都觉得 有些老人家去 就是越大年纪 就会很捉紧一些东西 就是防身又好 或者是成为一些保障 就很想不要失去那么多 其实 所以这个其实有些就是 我想表达一个什么呢 就是那种的不满 也可能是怕失去 特别有时到85岁的家勒的时候 可能如果他比较是一般的 普通的长者老人家 可能他未必可以经历到那种满 反而可能是更多的不满 我不知道大家 对这个满会不会可以 掌握多一些 所以不满 其实有时不一定是一种 很情绪化 其实真的很实际上 我失去了一些东西 我失去了一些东西 就不满了 是吧 就少了一些东西 每个人都可能有些不同的不满 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我是一个很满的人 可能你正当打之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 你自己都是一个都很满的人 满了很多东西 刚才我提到满 可以是满足 是很满意 你都觉得自己都很满意自己 满意自己的成就 满意自己的 还是年轻力壮 青灵白正 美丽如花 可能你都会觉得很满的 你自己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满 是对于什么满 是不是好像加勒那种 胜在的专心 忠心 信心 力量 神的应许 神同人之间的预约 其实我想满 其实不单止是因为年轻才会满 其实满 我想在长者 或者年纪大的人 都一样可以满 有时候我们可以去跟一些年长的人 聊聊天的时候 其实可以跟他一些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其实年纪大 长者不一定是因为年老了 就会失去 就好像越来越残 好像很多的不满 很多的缺乏 其实可以跟他多看一些 我想很多的长者 他们都经历人生很多的 不同的生命的故事 当他们有这么多人生的经历里面 其实可能正正是 他们能够可以看到这个社会 看到这个世界很不同 不同 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 可能我们看的东西 没有那么阔 可能我们看得比较窄 但是当一些长者 你和他们聊天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 其实可能他们人生的经验 他们的阅历 可能他们看的图画 比我们更加大 我们要欣赏 我们要学习 特别如果作为基督徒 很盼望当我们经历人生 更多的日子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好像加勒那样 因为跟从神 因为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满 是我们那份的信心 对神的信仰 我们经历神的应许 是可以更加满的 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 如果你是一个满的人 我盼望作为基督徒 你的满应该是好像加勒那样 更多的专心 忠心 信心 神的应许 满在你的生命里面 同时更加要小心一些 自满 有要小心一些 甚至可能是不自觉的满 有时可能你会不自觉都觉得自己 你不知道 其实不是你知 自满的人有时都会知道 但有时甚至有些人 可能有些不自觉的满 都会成为一个很危险的 有些人会形容 可能是信心爆棚 或者满舍 都会觉得这些满 其实未必一定是一个好 甚至可能要很小心留意 这些自满不自觉的满 会不会成为我们一些陷阱 在加勒的身上 他的满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 同样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就是 跟从神的满 Fill up after Jehovah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上一次和大家一起讲 道里面我用了一个 扛着神的三味 然后其实更加 正确一点 就是我们要捉住神的手 让神的大手捉住我一只小的手 我又一只小的手捉住神的大手 这个跟从神的满 我觉得有些都像 扛着神的三味 捉住神的手 所以这个小朋友 其中一张是什么呢 他捉住他的大人 不知道是他爸爸的手 其实他就很安心的 他跟着神 跟着这个大人 他就在催促这些股间泡 我上次说 他就很满足的了 他都不需要想什么 只要跟从神 被神带着我继续去走 我就有那份满 这个我叫拖着神的手的满足 就是这样的 这个也可以很简单直接 就是我跟着神 我就是拖着神的手 我跟着 我就可以很满 很满足 加勒的满 其中一个是他的自信 刚才我们读到 Yashua的十四章的时候 就说到 其实你再读这两次经文 其实加勒真的挺自信的 他很有信心 45年前是怎么样呢 我今天都还是这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45年前 可能大家都没45岁 你第二天 你记得 你20岁的时候 跟你65岁的时候 你相比一下 你的体能 你的能力 大概是不是一样 这个是加勒自己把40岁和85岁给 更加很明显 如果用回我们现代人 85岁的我和40岁的我 我相信一定差很远 但在这里告诉我们 加勒的自信 是他40岁的时候 他的力量如何 他85岁的时候 都是这样 加勒 是不是真的太过自信 太过自满 其实我相信这里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第十节那里讲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者话的时候 耶和华照去所应许的 使我传活45年 我相信这个是加勒的满 加勒的自信 但更加是因为 他将耶和华的应许 摆在他的生命当中 他的满 他的自信 我相信是来自神的应许 不是来自加勒那种的骄傲 所以我相信 加勒是坚持去做什么呢 他坚持去跟从耶和华 去专耶和华为神 这个就是加勒的满 虽然我这个用了满足 其实满足我仍然觉得 有点不太能够 完全将希伯来文 这个满字讲得很完整 但我想让大家知道 其实跟从耶和华的满 跟从神的满 是当加勒来说这一段说话的时候 他不是告诉别人我多威 不是告诉别人我多有能力 我多聪明 或者我多满 其实他重点在加勒来说 他也不是在说那么满 他是在说什么 回到去 我是在见证着 我跟从耶和华 我一直来跟着神 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满 是我的最大的满足 所以加勒是在做一个见证 告诉约书亚知 甚至可能是告诉所有以色列人 我加勒 其实最重要是跟着谁 我是跟从耶和华 而得到这份满 我不知道 加勒去很认定 自己跟从耶和华 得到那份满 我不知道今天 弟兄姊妹 大家在跟从什么 为你的满足 今天你觉得 有什么可以令到你的生命是满 是满 是满足 是满足 你跟着什么呢 现代人 就有一些满足 从哪里来呢 我说到这个 Fill up after Jehovah 其实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可以叫Fill up follow Jehovah 就是怎么样可以跟从耶和华 那这个follow呢 现代人最熟悉的 followers 大家有没有想想 你自己今天 你有多少个followers 有没有 大家不做followers 或者不想followers 不想多些followers 大家上Facebook IG Tweeter 什么都那些 现在最重要的其中一个 就是看看你有多少followers 是吧 有没有想过我要更多followers 其实原来现在可能不一定是说 我跟着什么 有什么是我去跟从 满足 反而你可能要问 有多少followers的时候呢 我才满足 我要什么 更多followers 我都真的假 曾经有个亲戚 在树一起吃饭的时候 去找一些亲戚 去追随一下我吧 去带下去吧 真的 真的 原来 最近我又看电视 有一个 我也觉得挺有兴趣 可能大家都有听过 其实现在呢 那些小朋友呢 说着一个叫作文题目 我的自愿 有一个documentary 就是有一个新闻的档案 这个 我的自愿 放在现代的小朋友当中 大家都猜到的了 我的自愿 应该做什么 蛤 不是做音乐家 做什么 KOL 大家都不知道 现在小朋友的 我的自愿 不是医生 不是律师 不是老师 又不会说是音乐家 其实是什么 KOL 你知道吗 那个节目 我看来都真的 要学习一下 认识一下 多一些 当然有些小朋友 还有其他自愿 但是这个自愿 都很吸引 那地方是什么呢 他想成为一个网络红人 接着呢 现代呢 我们都要知道的了 其实不是看你的 放一条片 或放些什么 在网络上 计算你的点击率 点击率 都不是一个 需要的数字 可能就要计算 你有多少followers 是吧 这是其中一个 甚至更加重要 现在要看你有多少 什么 subscribers 知道吗 大家 你们又不知道 不会吧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我怎么会不知道 你这么年轻 更加重要 subscribers subscribers 做什么 可以代表你 可以将来 赚到多少钱 是吧 这个是现代的世界 所以现在 可能我们不是在想 我跟从什么 为满足 其实可能 有多少人跟从我 我就才会满足 那个节目介绍的 小朋友 也算 他又不是太贪 他说他不是很多 不是很想要求很多 subscribers 他要求多少 很少 一万个 你知道网络世界 这么大 他真的要求一万个 subscribers 其实很少 我相信 但其实我想背后 是什么 其实有时候想想 到底这帮小朋友 其实他们的自信 是不是真的 这么厉害 是不是自信爆棚 或者一些不自觉的满 而且他只是要求 有多少的followers 有多少subscribers 有多少跟从者 其实 这个其实 是不是真的 跟我们这些 去跟从什么不同 其实 我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 当他很想要求 或很想 有一万个subscribers 的时候 其实他在追求什么 他在追求赚钱 他们说得很白 我没有的 就是我觉得 我知道 有多些人跟着我 去订阅 去追求的时候 追着我的时候 我就多些赚钱 所以这个永远 都是回到最原始 人那种满足 人跟从什么呢 或者你追求什么呢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很想跟从 很想追求更多的钱 更多的名 更多的在网上 成为一个最红的KOL 更多的权力 当我在网络成为熊人之后 我的影响力就会更大 我追求的最终就是 我可以赚更多的钱 我跟从的就是这个名利权力 其实这个是日光之下 无身事 但我想提醒弟兄姐妹就是 今天这个是不是就是 人的满足 就是人去跟从的东西呢 我相信我们作为教育徒 我们都知道 这个不是我们要跟从 不是我们要追求的东西 你是谁的follower 你是跟从着什么呢 在诗篇73篇 《诗人的经历》 很想借着诗人去自己 和神之间的经历 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体会跟从耶和华那份的满 就好像耶和华祝福是满满的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 无论从加勒的身上 无论从诗篇73篇 诗人的经历当中 我希望弟兄姐妹来个体会 你可以得到的满 是因为跟从耶和华 是神让我们得到这份的满 我就是选用诗篇73篇的23到26节 如果弟兄姐妹你看到的 我都邀请大家可以试一下一起读 来体会一下 诗人那份虽然经历他的衰残 虽然可能他经历他的失去 但他体会到 地上不能够给他满足 地上的东西不是他所爱慕追求 除了神之外 唯一是我们应该去追求 去跟从 如果你看到的 我邀请你姐妹一起来读 这几节的经文 预备起 然而我尚与你同在 你参着我的右手 你要以你的分言引动我 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 除你以外 在天上 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 在地上 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我相信 我相信 纵然我们会衰残 纵然可能好像人的年纪会渐长 但我都相信 神是我们心里的满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福分 是我们那份的满足 是直到永远 我们不是追求 爱慕地上的东西 我们的满足 其实不一定是多 千万不要想着满足 一定等于多 就算我想在神的应许里面 被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他们得到的是什么 流奶与蜜之地 他们得到很多 他们带回去 探子带回去很多 很大棵的果实 这些的多 其实都不是满 满是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 才可以让人得到满 所以满不一定是多 不一定是满到捨 不一定满到捨就是好 不一定多就是好 所以这个满不一定是多 跟从神就是给我们相信 好像加勒一样 是相信是神给他的 他亦相信是神容许的 是神的应许 从加勒身上的跟从神 我们看回以色列人 怎样去得到这个应许地 神是给他们的 跟从神就是信得过神 是神给我 但是这块地怎么分呢 也是由神说是 不是人自己想去的 所以加勒是因为有神的应许 他就可以拿到那块地 但是神也可以不给的 跟从神一定代表神什么都给 神可以给 神可以不给 神容许 跟从神是告诉我们 神容许可以我们信景 神也可以容许逆境的临度 这个就是跟从神 神应许 跟从神告诉我们 神会按着他的应许 来到去让我们得到他的满 是神的话 是神自己来掌管 所以跟从神 所以跟从神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容易 去知道这个意思 但我考虑 放回加勒的时候 加勒就是这样来到信神给的 是神容许的 也是神的应许 这个就是加勒去跟从神 然后经历到神给他的满 这个满 不是叫他得着很多的地方 就是得着神给他的应许之地 所以我盼望从加勒的身上 给我们的学习 我们就是能够做一个坚持 跟从神的人 终于十个探子都觉得那个地方好像好不好 大家就是愿意坚持跟从神 他知道在神的药 神的应许里面 神给的就是好的了 神应许的他就去了 他就跟着神做 只要神跟他一起 他就可以经历这份满 生命就可以满在神的应许和祝福 然后经历最大的满足 我盼望这个都能够从加勒的身上 给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们去跟从神 得着这一份满 我想和大家来到去 藉着一首的诗歌 都让我们来到去 经历耶和华的祝福满满 一首其实我不太会唱的歌 因为它是唱台湾话 闻南话台语的 其实歌的名叫 《耶和华祝福满满》 但我觉得它的音乐 它的歌词都很好 我想最重点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的满 我们来自耶和华神的祝福 其实就应该好像加勒那样 我们就单单去坚持跟从神 我们就可以经历到 从耶和华而来的满 这个就是我们生命里面 最大的满足 所以很想和大家来到去看一个video 我们一起来到去藉着这首诗歌 可以成为我们向神的讨告 也可以成为我们向神的一个赞美感恩 我们来到来看这个诗歌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左右year 大家好 popularity 姓 legen 把这种 Sebastian ому 犯中的麂严 湯西 没欠OFF missile 山中的麂严 山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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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